那政見呢 我們就是要了解 政治政見就在我們 把心中的所有物跟事 隔除以後 所以那個就套用那個儒家講的隔物 物已經隔 把心中的事跟物隔除 那心中沒有物 心中也沒有事 這個時候心中就清靜 那心中清靜以後 那個從佛性本體產生的 那個念頭叫做政見 這樣各位了解嗎 政見的產生 就是從佛性本體直接生花 那個才叫政見 那我們不是 是從根層相對產生 那個是邪見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日常生活啊 都是根層相對 我們眼睛看到形象的產生念頭 那個叫邪見 我們耳朵聽到外面聲音 然後才產生念頭 那個就叫邪見 我們鼻子聞到氣味 想到吃那個都叫邪見 不正確 那正確的呢 就是心中沒有事 心中沒有物 已經沒有 心中沒有的時候啊 心中清靜 心中清靜沒有念頭 沒有念頭 那個就是我們的正念 從正念頭 而來的那個是佛性本體 那佛性本體出來的就叫正見 也叫做佛知佛見 佛的知見啊 那我們不是要開發佛的知見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啊 就是要開發佛的知見 就是要這樣子做 把心中的事跟心中的物啊 全部都去掉 沒有了 心中沒有事也沒有物 心中清靜 那心中清靜呢 我們佛性本體啊 發揮 那發揮出來 那個叫正見 正切的知見啊